測試WideBrain B1H 測試WideBrain B1H 用VGA cable輸出到LCD螢幕 LCD螢幕是1024x7600 大家知道WideBrain是1024x6800 所以在resolution上是不同的 我們之前有一個朋友 Aspire 6400 他試過用WideBrain輸出到LCD螢幕上 他發現F-Resolution無法調校 另外有個網友介紹了 原來我們之前要在S3這個chipset上 在Program上設定 你要選擇只出CRT而不出LCD 這樣才可以做得到 我現在設定了 只出CRT 就看這裏 輸出CRT 不輸出LCD 就是剔走LCD的剔 這樣就可以了 接著再在法國 我發現輸出完之後 都可能不漂亮的 所以你要在這個監視這裏 監視這裏 要將這個hz設定到70hz 在香港這裏用70hz就適合了 出回來之後的效果就是很漂亮的 就只見到這裏 既然可以輸出一個很大的LCD 當然要測試一下這裏 當然是播片功能 現在有一套片在這裏 這套片是一個MP4的VIA 這裏是一個MP4的VIA 這裏有500多X400多X 實際上我忘記了 就播到中途了 我現在就繼續播下去 你會見到一個流暢度 其實是可以接受的 你會見到流暢度沒有問題 而且它出來的效果是很漂亮的 還有那個Screen 是沒有問題的 所以你會見到色彩和任何東西是沒有問題的 流暢度也可以的 所以就是說如果你有RideBrain 你有一個VGA cable 其實你可以將它輸出去一個 CRT或者LCD螢幕 當然在這個情況上 你會發現原來不可以兩個同步 如果你發現兩個Screen同步的時候 它的Resolution是不一致的 是會一致的 就是說你RideBrain 一定要用1024x600 這個LCD螢幕出來就不漂亮了 例如我試給你看 我將它轉到1024x600 這個就先停下來 例如我在這個Display的Setting上 我將它設定 去兩個一起同時間輸出 那出來的效果是會有問題的 你會發現這個RideBrain是會變成了 但是那個LCD螢幕出來的效果是不好的 因為它會按扁 你看到這個就是正常的1024x600 但是呢 在這個CRT上面 在這個LCD上面 你會發現 是變組型的 你會發現這些字是變組型的 肥了 拉長了 所以呢 在這個情況下 你會發現RideBrain 就不可以同時間 在這個 它自己的Screen 和它輸出的LCD上面 同時間顯示一個大家不同的Resolution 我亦都試過把這個1和2的ScreenResolution 設定不同的Resolution 但都是不能夠成功的 所以這是其中一個不同的特點 那就測試到這裡為止 感覺到這裡 就像一個我們一樣 你可以在這裡 什麼東西 如果是我們可以在這裡 你會發現 你會發現